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what it takes I'm motivated By a mix of emotion Got my statement And I'm reading it slow So I can understand it Fully appreciate my standing Go out of this world 人區拍照 然後最後再到可愛動物區 去跟動物一起拍照 Let's go I fall away from earth And I wanna know if you exist Hi 大家好 我是小葉 今天又來幫大家介紹好玩的景點了 我們今天來到宜蘭三星的 長皮湖精靈村 很高興受邀他們的 受到他們的邀請 來這裡體驗他們的浴衣 浴衣的體驗 然後還有品茶的行程 那以前長皮湖這邊其實只是一個 單純的風景園區 有一個環湖的步道可以讓大家來走走 那後來他經過重新的規劃以後 他其實有 就像剛剛提到 我們這次要來體驗的 浴衣行程跟品茶的行程 然後進駐了蠻多的可愛動物 他設立了一個可愛動物園區 我們今天就來這裡玩 然後帶大家來看看 長皮湖精靈村有多好玩吧 Let's go 我們剛剛從上面這邊開車下來 然後下來以後就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停車場 那個停車場可以停車 那我們從這邊後面 從這邊走過去後面 就是他的精靈村的入口處 那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入口的地方 我們準備要進去園區了 那進去園區的時候 我們首先會看到的是一個紫色的隧道 是這個紫色的隧道 門口他其實有一些標示啦 比方說入園的時間啊 還有現在打卡 還有送園區裡面的魚飼料 還蠻美的 我們趕快進去 我們剛剛從前面這邊走進來 就可以看到公廁區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小型的廣場 有一些簡單的介紹 跟一些藝術家都有一些結合 然後也有販賣區 然後這是園區很有名的洛克馬 等一下我們可以跟他拍照了 然後後面這邊 往後面這邊走就是長皮湖 這邊知名的風景景點 那環湖走一圈其實非常非常的舒適 那等一下我們換完浴衣以後 也可以來這邊走走 看到長皮湖前面有個告示台 這邊其實涼涼的 如果沒有太陽啊 非常的舒服 然後湖邊這邊有個湖畔咖啡 然後掛一些鯉魚旗 很多浴衣的網美都有來這裡拍照 哇那個湖 湖面有鴨子嗎還是天鵝 天鵝欸 好美喔 很漂亮的一個湖 這就是長皮湖 那我們從園區入口進來 經過洛克馬以後 可以看到旁邊 我們剛剛其實有去拍了一下 那個湖的周邊 那他的另外這一面啊 其實還有一條小小的步道 是往上走的 滿滿多人穿浴衣 會在這裡留念拍照 會有一種日式風格的感覺 一個小木橋 那從我們入口的右手邊進來 可以看到有一個餐飲區 它有販賣各式各樣的小點心 肚子餓的話 可以在這裡購買 然後到裡面去使用 那旁邊是我們的炎太郎之家 那前面的話這邊有 可以購買一些紀念品 裡面的話就可以進去體驗一下 我們的浴衣和服 那可以看到前面這邊 有販賣各式各樣的民產 然後也有一些小玩偶 是可愛動物區裡面 有的小動物喔 那我們現在準備進去我們的 炎太郎之家體驗我們的浴衣 那在內部其實也有販賣一些 減餐 可以在裡面吹冷器上享用 對那如果說你要 租借浴衣的話 它也有很明顯的告示牌 教大家 可以在這裡挑選衣服啊 還有所有的步驟 第一個是我們的報告處 然後來確認一些穿衣的注意事項 那再來第三步驟就是旁邊 我們可以去確認我們的衣服 那前面這區呢 它有很多的髮飾跟腰帶可以做搭配 那挑選完髮飾跟腰帶以後 旁邊有很多的道具 我們可以挑選道具 待會就可以去外面拍拍 往美的照片喔 我們換完了 換完浴衣 全套的 然後還有髮飾 那我們現在拿到道具 準備去園區拍照 然後最後再到可愛動物區 去跟動物一起拍照 Let's go 什麼時候 更多的咖啡 這邊有一個湯爬咖啡 在湖旁邊可以來入烊下午茶吃甜點 那沿著河畔這邊有看到很漂亮的鯉魚棋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在鯉魚市這邊拍一些照片 這邊很適合網美拍照 然後環著湖走 其實風景風景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 然後下面還有天鵝 在吸水 滿多天鵝 自由自在天鵝 可以繼續環著湖走 很漂亮的風景 超美的 現在來到湖畔咖啡這邊來品茶 它這邊有四種茶品 可以看到 那可以自由的做選擇 然後它有搭配一些喝茶的小果乾啊 可以享用 那我們進到裡面來就有一個品茶區 它就在湖畔 就是我們剛剛下面是鯉魚棋嘛 那個步道 然後上面就可以品茶 那我們已經拿了我們的飲茶主 對 我們選的是那個灌米一號 那喝起來是涼涼的青草茶 好 我們來品嘗一下 這個茶品呢 它是有 可以加冰塊喝冰的 也可以喝常溫 對 然後它有搭配了這個是 杏仁果跟腰果 那我剛剛其實有喝了一杯 清清涼涼的很清爽 很適合夏天 來這邊的話 就建議可以在湖畔 咖啡這邊 喝一杯茶 吹吹湖邊的風 我們現在就要進去我們的可愛動物區 那從這邊進去 就可以先領一些你想要餵小動物的飼料 那我們就可以進去園區囉 謝謝您 我們領了牧草跟紅蘿蔔 謝謝 然後準備進去 餵可愛小動物囉 等一下 等一下幫我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 不要那個 不要在動物的後面 不要跑跳 不要大叫野 不要爬那個欄杆 好 那牧草會晚的時候 幫我那個 會會剩下後面的梗包 然後再回收 對不要丟在地上 好 然後就幫我們的羊康蘿蔔 會跳到身上 所以不要緊張 好 幫我走到裡面平躺的地方 再開始那個餵食 謝謝 好 謝謝 對 好 那妳是 王公很熱情啊 妳是精神糧食 這樣我有點緊張 我們進去囉 我們進去囉 有沒有看到 娘咪咪 娘咪咪 你要吃喔 來了來了 哇 啊 很餓喔 可愛小動物 這是羊妹妹 小小羊 應該要一絲一絲味 但是因為我沒有手 所以只好讓牠們這樣自己吃 然後面這邊 你們看到那邊有羊駝 後面那邊有羊駝 我也看到了 你來看到一隻小梅花鹿 我們來餵小梅花鹿 來 可是我吃不到葉子 羊花鹿 好吃 太喜歡吃梗耶 我們現在進來瘋狂的可愛動物園區 這邊小動物小羊們看到紅蘿蔔超興奮 我剛剛已經餵光光了 然後現在生牧草 畢竟在餵牧草 羊駝啊 羊妹妹啊 後面還有駱馬 算是不少可愛的小動物園區也算滿乾淨的 沒有啦 推薦小朋友可以來這裡玩 然後那個 小羊們真的看到紅蘿蔔會很興奮 會稍微嚇到一下 所以大家竟然拿紅蘿蔔的話 就是要有心理準備 你會變成萬人迷 那我們繼續餵小羊囉 那我們今天在長皮湖精靈村這邊 從可愛動物的餵食 然後到玉衣的體驗 甚至到飲茶 我們都走了一遍 然後也在湖邊走走 長皮湖真的很美 然後它周邊的景點 其實如果 留個一個下午 或者是一整天帶小朋友來走 都還蠻不錯的 非常推薦給你們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今天的推薦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那我會持續幫你們推薦 更多更好玩的經典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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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